事不宜遲,现在让我交个主场给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 Microsoft Security Solution Specialist Jennifer Tye 和Amedas Technical Pre-Sales Director Leo Ng 知道现在很难请到属Security的专裁 希望大家听完Microsoft Security 管理方案之后 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edas Technical Director Leo 今天我们会探讨一个很多商业 都经常看Top Priority或Priority List的话题 亦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是Cyber Security 其实说到Cyber Security 其实很多IT的客户都很头痛 因为其实IT工作环境也转变了 Deep Platform也越处复杂 亦有不同的Cloud、Hybrid Cloud Platform 其实都是一个IT很想去处理 但是又处理不了的一个话题 今天很高兴 我们可以邀请到一些专家 Microsoft的Cyber Security Specialist Jennifer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Microsoft如何帮企业去提升他们的Cyber Security Jennifer 我也知道其实Microsoft 都放了近年 都放了不少的Resources在Cyber Security 香港其实都经历了好一段时间的疫情 工作环境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 我最近都接触很多不同的客户 他们都说很头痛 因为疫情的变化令到工作环境改变 在Microsoft的角度 在网络保安方面 你其实觉得因应现在的环境 其实我们最重点是住哪几个地方呢? 是的 其实你说得没错 我们现在的确是接触到很多客户 其实他们的确是面对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疫情 他们用多了工作从家 Hybrid workplace的情况 其实都避免不了 甚至现在有些企业都出了新闻 就是说开始实行四天工作天 或者是让一些用户 可以工作从家一两天 所以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下 其实不同的社会 他们面对的挑战都不小 而现在也面对一些人财短缺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去帮客户 去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解决 而加上其实现在 这个疫情下 其实那些用户 或者我们不同的客户 其实他们的環境 是面对一些cloud的service 有些on-premise的resources 那些用户也都用他们的mobile device 帮自己的mobile device 进入公司的resources 同时也有些company-owned的device 所以在一个这么 complex的环境下 其实他们是很难去manage 甚至去考虑security这一件事 对于这些客户来说 其实他们最想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streamlize整个operation 可以有security之外 亦都可以简化到不同的process 不同的流程 令到security未必是一个很大的burden 所以今天我们的topics 是do more with less 怎么可以用microsoft security 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到更多的东西 但同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手法去做呢 那我们今天就会更多focus 去讲这个topics 明白 其实老实说 我们之前做IT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都很少听到microsoft的security solution 是的 我印象之中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其实microsoft原来是一间cyber security 其实今天很多客户都去 但我其实都听到的 其实很多我们的熟客 都说microsoft其实都有介绍过 他们的cyber security solution 其实都越来越多客户说这个topic 我都很兴趣知道 那cyber security 为什么是microsoft呢 是的 其实的确在前几年 我们说到cyber security的时候 我们未必会变成microsoft 是一间security vendor 或者我们不会立即提到microsoft的名字 但是其实过去的五年里面 microsoft已经投资了差不多5个billion的美金 去投资我们的microsoft security solution 而microsoft security solution的fruity 其实都越来越广阔 由Npoint 到IAM 到Data Protection 其实Microsoft也有不同的solution去帮忙 你见到其实这几年 microsoft的进步也很大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Gartner的report 其实你见到microsoft security 都在六个范畴里面 都已经在Leader的位置 包括了assess management Catsby 的solution Information Archiving Enpoint Protection Platform Unified Enpoint Protection Platform 以及SIEM solution 尤其是SIEM solution 我们这个report刚刚十月release 所以你见到microsoft 在不同的领域上面 都是一个Leader的位置 而这段时间 我们投资的那么大的投资 去做microsoft security 其实都令到我们有很大的改变 除此之外 其实未来的五年 我们Microsoft也计划了 去投资更多的资源 去发展我们的security landscape 就像刚才的概念 其实也有提到 我们未来的五年 都会投资差不多20个billion的美金 去发展我们的security 哇 这也很厉害 因为我记得上年我们看你的powerpoint 都是五个garnelida 今年就去到六个garnelida 那未来还要那么多的investment 那我可以说一句 Microsoft其实弯道超车的能力 都很厉害 那我们又说一说你的问题了 那我们经常都听到 其实很多一些网络攻击的新闻 因为其实我想你翻开报纸 其实基本上每一个月 在世界不同的报章 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data breach 又或者一些大型的网络攻击 或者资料洩漏的新闻 那很多很多都是involve到一些 很大型的 譬如说一些电讯商 一些比如说出租车平台 或者其实我们都听到 很多不少大企业 那其实他们都 真的投放很多资源在IT security 但是我们其实一般的 香港企业客户 甚至乎是中小企 那怎样可以应对呢 那些对手那么强 那些网络攻击那么厉害 而Microsoft也都其实在这方面 怎样可以帮助的 是的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很多不同的 attack 其实都出现了 在这个environment上 可能一些attack 其实都看中了 以这个这么大转变的 一个IT environment 或者一个working environment 其实都爆发到很多机会 给他们去做不同的攻击 正正就是这些类型的攻击 其实可以更加帮助我们 去讨论Microsoft Security 可以如何帮助 那你见到这里 其实Microsoft Security 好像我刚才提及过 有不同的范畴 有IAM 有Flat Protection 有Cloud Security 有Information Protection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和Wisp Management 我下面其实都搜寻了一些 我们的Solution 但当然我觉得 其实我们有些Solution 不仅是限制到某个领域 其实我们可能有些Solution 是同时做到Cloud Security 也都做到Flat Protection 而透过刚才提及的一些attack 其实我们就可以正正可以 relate到究竟Microsoft Security 在不同范畴 如何去appare到一些 protection 我会用一个attack 去讨论Microsoft Security 在不同部分 如何帮助 其实很多时候 不同的external attack 他们都会透过不同的手法 去取得公司的资料 其实最普通的一些手法 就是他们透过 Fishing Email 去进入一些organization 透过Fishing Email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 attack手法 我也想问一下Leo 你觉得可能一个attacker 去attack一个老板的秘书 会容易一些 还是会attack一个IT Admin 会容易一些 IT Admin应该有IT基礎知识 老板秘书不是说没有 可能不太清楚 我认为是老板秘书 是的 没错 其实很多时候 一些attacker 就会讨论一些 可能IT Background 不太强 可能他们是做民职 这些员工 其实他们的security awareness 就不太强 所以有时收到 Fishing Email 其实他们就很容易 会中招 就去按下去 而第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 Microsoft Security 可以帮助 去protect email层面的security 除了做到一些基本的 Anti-spam Anti-phishing 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 一些Safe-link Safe-attachment 就是当用户 选择这些 link或attachment 之前 我们都会先刷 第二就是 亦都可以供应到 Attack simulation training 那就是导致用户 其实我们导致用户 一些假的fishing email 去那些users那里 当他们真的傻猪猪 在这些link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其实这是我们公司的 campaign 但是因为你中了招 其实也有些 清零 是要用户 用户 提供 提供 他们的security awareness 到下一步 其实当用户 就是按了一条真的fishing link 其实有机会 出现了一些 execution 或者download 在它的endpoint层面上 就会变成了一些 execution file 或者一些macros 在后面转移 这些情况下 其实就要透过一些 EDR的solution 去帮忙做一些blocking 去做一些detection and response 但是有时候 attach 未必是真的 由endpoint 或者fishing email进来 其实有时候 这些attachers 本身已经拿了一些 user account的credential 可能他们从dartwrap 买了一些credential 然后真的透过 这些买回来的account 撞一些user account 进入公司的environment 甚至他们透过 bruce force attack 不断撞一些password 尝试进入一个organization的network 所以按这个层面 其实按identities的部分 我们都需要去保护 以及去detect 究竟会不会有些user account 已经compromise了 按这个部分 其实就要透过一些identities 的protection去做 当 attacker 其实真的拿了 user account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很容易 去到一些不同cloud的application 去拿一些sensitive data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根据你刚才有提到的 一些最近发生过的攻击 他们就是尝试去拿一些 不同organization的identity information 然后尝试去扮认 一个公司的员工 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 其实这些情况下 我们可以透过siem solution 也可以透过identity solution 去detect behavior 去到最后 其实on work load的层面 就是不同organization 可能都有他们的infrastructure 又可能放在azure 放在其他platform 甚至可能on premises的platform 其实on infrastructure的层面 我们都有一些solution去帮忙 所以你看到 右手边刚才提到的email email identities 和cloud apps 其实我们这四个 都有不同的defender 去帮忙 去保护这些area 第二 就是我们这四个defender 可以放在同一个platform 叫做Microsoft 365 Defender 去提供到一个single platform 给一些users 真的可以有整个storyline 看到究竟 那些attacker 从哪些部分去attack 而他们在背后做了些什么 而on infrastructure 的层面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 叫做Microsoft Defender 去专门去保护 去防护我worklo层面的一些security 而其实这两个defender 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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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用不同的solution 不同的产品 再做不同的整合 才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那现在其实Microsoft 是一个产品线 一个整合 以及很完整 不用一些很特别的integration platform 已经可以做到整个效果 那我也看到 就是我刚才所说 近年为什么这么多客户 都看Microsoft security 对 没错 你说得很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次的主题 就是do more reflect 就是怎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手法 令到简化到不同的organization 的management 可以manage到他们的security之余 其实他们是有更多的information 知道究竟那个attack 在发生什么事 其实透过Microsoft security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简化一点的management 但是可以提供到更多的security information 而其实你刚才说到 其实data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很多时候attacks 其实去attack不同organization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目标 都是想取得更多的data 而data 其实也是对不同的客户 对不同的客户来说 是一些最valuable 最值钱的东西 而其实去到data protection的部分 我们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大的topic 究竟如何去做得更好的data protection 因为其实不仅是去保护一些external threats 其实同时也是保护一些internal threats 因为其实internal的员工 就是接触到这些internal data 最多的人 所以其实有时他们可能不小心 或者可能贪方便 都会导致一些data leakage的发生 所以接着我也想说多一点 当我面对客户的时候 他们想做data protection 其实他们有哪三大的concern 是他们很想做得更好一点的 第一个就是他们如何去处理一些sensitive data 究竟有些什么人 是access sensitive data 然后share给谁 第三个就是当我发现一些data leakage的情况 的时候究竟我怎么可以处理得更快 可以处理得更快 其实当我们去考虑做data protection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step要考虑 而且是我们都要想 我们从哪几个方面开始去做data protection 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 其实我们就是要知道 那些sensitive information 究竟放在哪里 在exchange上 还是在one drive上 还是在share point上 究竟是哪些document 有这些sensitive information 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做data classification 第二就是当我们知道 那些sensitive data 究竟放在哪里 我们就需要去apply 一些protection 我们可以透过apply labeling encryption watermark 去protect data 可能不能处做一些external sharing 第三就是需要一些prevention prevention 可能就是避免我们的公司 或者我们的客户 中到一些compliance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GDPR的问题 他们可能有机会面对罰款 甚至当一些新闻出来 可能有一些data leakage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reputation的问题 他们都需要去解决 这几个都是一些我们的客户 需要去认识 或者我们要take a step 如何去kickstart data protection的一个project 而Microsoft的data protection solution 究竟是做到什么呢 如何可以解决我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data protection solution 就是叫做Microsoft Purview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一步 我们要做data classification 其实在Purview里面 里面就已经有一个data classification的feature 可以帮到手去看 究竟在客户的层面 在哪些地方有一些sensitive information出现了 你看到左下角 其实有一些sensitive information type 可能有credit card number 有HKID number 我们已经pre-defined一些template 可以给客户自己discover 究竟他们的场 哪些document里面是有这些information的 从而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apply一些label下去了 看到右边有一个sensitive label 可以透过知道 document里面究竟有什么information type 我们去apply一些public label general label 还是confidential的label 而apply了这些label之后 我们也可以设置不同的policy 去防止一些user做一些external sharing 或者upload一些public drive等等 去到next step 其实当我们label了这些document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更加多了 你看到我们有一些data loss prevention的solution 其实我们除了做一些endpoint DLP 可能不让一些user copy 一些sensitive information去USB drive之外 其实我们Microsoft的一些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保护teams 不知道啊Leo 你觉得teams的dlp可以做到什么呢 teams的dlp 我想其实teams的应用通常都是做video conference 但我看到其实也有很多客户 是用来做一些teams channel 又或者是有些check message 去做一些分享 当中会牵涉到一些可能是file data 或者check 但我相信其实最难防的可能是 我就打手打了一些敏感资料 去送给人 很多企业都问我们这方面 teams可不可以做到一些data protection 我相信是否teamscheck那边的protection 是的 没错 其实这里也答得很适合 因为teamscheck除了可以做一些internal communication之外 其实teams也可以做一些external communication 我们其实可以透过teams去share一些document 或者files 当我们真的认为了这些document 其实在不同的department之间 可能他们也有一些config 未必可以share到一些 那么transparent的document 去internal 按这些情况下 其实withteams的communication compliance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些类型的protection Jenifer 我也知道其实有一些其他的communication platform 可能也有些客户会问我的话 如何做data protection 我知道其实那些platform 就要有不同的first party solution 去做一些integration 才做到你刚才所说的效果 就是我阻止一些files的upload 或者是我阻止一些check message 刚才听你所说 其实teams的一个dlp solution 那些客户会想不需要说 我要做一些很繁复的工作 才可以设置到呢 是的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做更多reflex的一个concept 其实透过同一个solution 即Microsoft Perfuel 我们就是一个compliance的portal 可以在上面做到所有data classification sensitivity labeling dlp 其实全部所有东西都是在同一个platform 去做configuration 所以其实按这个deployment是非常简单 亦都是透过同一个portal 就可以管理到所有data protection 一些configuration 一些policy 去到最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insider risk management 有时我也有提及到 其实接触到公司data的人 最多就是internal user 当有些users 其实他真的按键想离开公司 想resign 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他按键 有些ad normal behavior 发生了呢 例如可能他按键之后 其实他真的在下载 有很多很大量的sensitivity information 下载 或者他隔两天又下载 一个隔两天又下载 一个隔两天又下载 这些是一些比较unusual的behavior 透过insider risk management 这个component 可以订阅到 亦可以intergrade HR system 去订阅到这些users 究竟他按键之后 会不会有些奇怪的行为发生 当我们在investigate 原来他真的可能做到一些事 他想自己存下一些sensitivity information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跟他的manager 去communicate 或是直接在那个portal 直接escalate 去到regal team 其实这个部分 都可以透过insider risk management 去做的 最后我这里放了一条attack Q chain 其实是跟刚才的attack 很累近的 但是上面 其实就是我们在说一些 defender for O365 就是email层面 跟着on endpoint层面 我们有defender for endpoint 就是我们的EDR solution identity层面 我们有defender for identity 去专门protect active directory on Azure AD 我们有一个 Azure AD的identity protection on cloudapps 我们去discover一些shadowIT 或者做到一些 CASB的security approach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defender for cloudapps 这几个component 就是帮收串链 整个story line 最主要是保护一些external threats 但在insider或internal threats里面 information protection 就会变得很重要 下面就是information protection 或者insider risk management 如何去work with existing solutions 你们看到Microsoft sentinel 就是中间 Sentinel就是SIEM的solution 亦是SOAR的solution 其实它可以帮助 去indigrate我刚才说的 那么多的solution 在同一个platform 可以看到更多的correlations 一些analytics 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面有提及到 Microsoft 365 Defender 再加上Microsoft Defender for Cloud 它其实是一个sdr的solution 它已经natively 可以integrate 到我们的siem solution 我们的sentinel 再加上你们现在existing 的Microsoft ecosystem 就是我刚才提及到的Microsoft Perfil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 可能是一些office 365的lock 或者一些exchange上的lock 你都可以放上Sentinel 再加上你们现在existing的environment 是有些filewall存在 或者是一些thirdparty的solution 在帮忙 其实Microsoft sentinel 都已经有140多个data connecter 可以connect到到Microsoft sentinel 不需要有些很繁复的 额外的custom的configuration 要去做的 所以Microsoft sentinel 其实就是一个cloud native 的siem solution的platform 再加上我们里面 也有soar的component 可以做到一些automation 可以更加protect到 我们的客户整个environment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 其实就是说 Microsoft是一个one platform 透过Microsoft整个security platform 其实我们可以provide到不同的component 而可以integrate到同一个platform 去做多些investigation 一些detectio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加拿最新的report 说到2022年的top的cybersecurity trend 其实Fender consolidation 都是其中一个很大的trend 其实当一间Fender 可以provide到很多不同area solution 而他们可以好好地integrate的时候 其实对于客户来说 是有一个很大的value 他们可以用少一点的solution manage也容易一点 但同时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insight 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security landscape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Microsoft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就是O365 其实很多客户 原本已经用了一些O365的solution 其实on top 再加一些security来说 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容易 而且更加容易去take first step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conclusion 我们的重点就是 其实Microsoft可以帮助大家 去减化你们的security的process 或者你们可能本身觉得 做security可能很复杂 但其实透过Microsoft 其实可以更加帮助大家 如何去简单化整个security的project 但同时可以达到更多的value 给我们的客户 也很感谢Jennifer和大家的分享 今天其实Jennifer的分享都很 fruitful 亦都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 其实尤其是IT地区域 他们正在看的东西 因为其实在后疫情和新常态下 其实IT其实往往都疲于不命 因为其实它既要复达到公司的要求 是比喻有很多新project去上cloud 同时亦都要满足security的需求 其实工作量也很大 刚才Janita也分享了 Do more with less 这个口号 亦都不是一个口号那么简单 亦都我们亲身经历 就是很多客户在 deploy了Microsoft security的解析之后 的确他们其实在saber security的工作 亦都没有以前那么踢 他们可以放更多的时间 是focus在他们的IT business的一些训练 亦都大大帮助客户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Amitus作为Microsoft的go partner 亦都是advanced specialization 我们是很focus在Microsoft的saber security solution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solution有兴趣的话 欢迎随时联络我们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看到了